自己绘制彩虹颜色,我们刚使用彩虹把它关闭 那这我可以自己涂呢,自己涂就是用笔刷 笔刷的时候在提醒,涂的时候不要用这种硬边的,会难看 这是揉边的,大小没关系 好来,你就可以自己涂 蓝色的地方,就自己涂一块啊 在涂的时候呢,老师 我不要涂这样,我想涂半透明可不可以?可以 也不一定要百分百,这是浅蓝 有半透明效果 颜色在涂的时候,这个笔刷大小啦,正常 不透明度,就70%透明 那涂的时候呢,要继续再涂一点,这里涂一点,那里涂一点 大家颜色可以交错 接下来再来换,换颜色啦 红色,这里涂一点,那里涂一点 再来 黄色 绿色 颜色多一点,丰富一点,看起来这色彩就好漂亮 有时候可能,不会像彩虹都那么规则 那你就一定是那个色嘛,不是,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可以自己决定,橘色 我想再涂个紫色或白色 紫色 粉红色 粉红色还没涂到 好啦,就交错这样 闪烁的,哎呦,太多了 Ctrl-Z后,涂的,Ctrl-Z,Ctrl-Z Ctrl-Z有限,到这里就好了 来来,再涂一点点 好啦,涂完以后呢 这个 建立检材,遮色片 你就可以知道,老师怎么这么不明显 我刚设色70的浓度啦 如果浓度要强一点,就是100%在涂 这可以自己决定的 那我们可以把刚刚的图片加进来啊 来,我再开刚刚的,曾经做过那小姐的图片 桌面上的这个 嗯,这个 Ctrl-A全选,Ctrl-Z复制 贴到这里来 Ctrl-V贴上 对不对 贴上以后呢 大小当然不一样 Ctrl-Ctrl-T调大小 拉到这里来 我们原图在这里,来 拉到下面来对吧 好不好 拖一大小 为什么不能拖 我最后还没按确定啦 要确定完 这件事情做完,那才会让我弄下,做下一个事情 看起来不怎么样 透明度 再调一下看看 这个透明度 调错了,要调的是这个,不是那个 透明度调一下,搞得太花了 这里 调的是这个,有时候要试试看看 我想加楼跟Ctrl-加是放大 不要这个换成这个 楼边可以来加,因为这是光影而已嘛 就可以来调调看 或者还可以搭配什么 假设是这个调完以后呢 我可以搭配像这个 是不是要不要增强,这边还可以再调整它的模式 Foreshop就在玩这些东西 色彩,增值什么的 这边就可以再试试看看 那这边在点的时候,你点第一个 方向键往下,你看它在跳吗 这样切很累呢 你点完第一个以后,接下来怎么办 方向键往下,往下,往下 这样在切换模式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你看看觉得哪一个比较方便 它有很多种,这就是数学公式运算的方法 对我们来说,我切换就是方向键 去调,看要哪一个 觉得哪一个合适就把那个留下来 所以这里可以透过上下左右方向键去调整 你们有的时候间改良这种里面 或者或置起来 然后,回的是怎么仴 如果更希望赢怎么 colours 烟强的那样 所以我现在依换 我 expensive 我们需要安防